蒙田是玄庸大将 对民众苦难的同情使他立志要重振玄庸 蒙田推行规则和秩序 进而领悟军阵的力量 因此召唤士兵组成军阵作战是蒙田的核心玩法 而对规则和秩序的信仰则表现在每一个士兵的行动都会和蒙田保持一致 蒙田统兵不为称霸掠夺 只为守护玄庸 所以蒙田在防御姿态期间有特殊的普攻释放方式 并通过吸收伤害将大幅强化自己的输出能力 被动技能悬涌防线 蒙田技能命中敌方或在防御姿态期间所受到的伤害会成为兵士 兵士最大值随人物等级成长 蒙田的蓄力猛击会附加一定百分比兵士的伤害 兵士升级后的蓄力猛击还可额外造成伤害和回复 防御姿态 蒙田普攻会消耗所有兵士将化为蓄力猛击造成伤害 蓄力期间可减少一定百分比来自正面的伤害 免以控制效果并获得额外百分比的兵士 如果蒙田在此期间受到伤害 则会对前方目标造成一定减速效果 持续一段时间 蒙田进入防御姿态后衔接普攻 利用其减伤免控减速效果 既可作为先手开团手段 也可作为后手保命 在开始进攻前 利用野怪囤击兵士 是蒙田提高输出的有效手段 一技能 方阵突刺 蒙田朝指定方向突刺冲锋 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 在冲锋结束时 会进行遁击 击飞前方目标并增加大量兵士 冲锋期间可以使用 以手为攻打断冲锋过程 防御姿态 不再冲锋 不能击退敌方 但技能拥去时间 获得大幅缩减 并且可以改变防御的朝向 一技能的击退效果 只会在技能末端生效 并增加兵士 且时机距离 会比技能末端显示的远一些 所以可在距离敌人 有一小段距离时开启 二技能 以手为攻 蒙田举盾踏步进入防御姿态 击退周围的敌人 并造成伤害 再次释放可解除防御姿态 并增加一段时间移动速度 防御姿态 减少来自正面的伤害 先手开启时 在一技能之后 秒接二技能 可以位移更远距离 击退敌人 并获得一定减伤 三技能 悬涌重将 蒙田召唤四名悬涌士兵 跟随自身作战 持续一段时间 士兵从四个方向 一起冲向蒙田 并对路径上的敌人 造成伤害 且增加大量兵士 士兵 誓死追随蒙田将军 和蒙田一起 进行攻击和释放技能 悬涌士兵 拥有自己的属性 且受蒙田各项属性加成 再次释放该技能 蒙田会指挥士兵 进行阵型切换 切换方圆证实 蒙田军可以额外减少 一定百分比 来自正面的伤害 防御姿态 悬涌士兵 会和蒙田 一同进入防御姿态 在决定越塔时 可在塔外 提前用大招 召唤士兵躺塔 注意不要在士兵 就位前进塔 吸引仇恨值 蒙田初始的 燕行阵 后方防御较薄弱 可在准备进攻时 使用燕行阵 突进开团 被敌方包围后 切换成方圆阵 获得减善的同时 使士兵的输出方位 更合理 在有大招的情况下 可在释放大招之后 再衔接普攻 但由于大招的士兵 就位有一定延迟 所以需提前释放 也就是 3 1 2 A 连招 三技能先召集士兵 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 之后 1 2技能突进击退 此时士兵就位 再衔接强化普攻 蓄力猛击 使士兵也一同释放 打出高额伤害 蒙田是一位控制能力 和反打能力较强的 战士型英雄 攻守兼备 推荐走对抗路或辅助位 对抗路名文 推荐十一变 十英眼 十隐秘 出装推荐 暗影战斧 影刃之俗 极寒风暴 宗师之力 魔女斗篷 破军 可根据局势 灵活更换出装顺序 辅助名文推荐 十虚空 十宿命 十条河 出装方面 根据几方英雄属性 选择辅助装 之后出 影忍之俗 守护者之凯 神隐斗篷 两个防装小剑 之后再合成 极寒风暴 魔女斗篷 蒙田一级上线时 可先学习二技能 绕到兵线后方 将兵线往几方推 在利用防御状态下 普攻的训练猛击 可较快清线 在配合队友 干个时 近距离使用一技能 在不会造成 击退的情况下 突刺 再回身用二技能 将敌人推回 或是暗现至敌人身后 并用一二技能 将敌人推至几方 优优独播剧场上